时代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强劲的对手 上一代的决斗王 活在传说中的武藤游戏 召唤许久不见的水炮侠 效果当场上没有其他的牌食 让玩家可以抽两张卡 时代微微一笑 以后场三连结束回合 轮到小表 召唤带效果的炮灰箭矢 这才是真正的许久不见了 魔法卡牵之小刀 效果当几方场上存在黑魔倒时 就可以破坏对方一只怪兽 我说 就对付一个攻击不过牵的水炮侠 至于这么大动弹戈吗 小表抓住机会 让黑魔倒跃到空中 对时代发动直接攻击 时代剑撞小手一挥 陷阱卡英雄的绝对参见 因为时代的手牌只有一招 所以可以直接召唤怪兽 召唤苦力心语侠 来了 王牌对王牌 虽然都是2500 但小表兴奋了 时代也是一样 那么游戏的代表就是诗将了 妙啊 你场上有神反卡 当然希望时代攻击了 时代的回合 召唤卡片炮手 效果将卡组中的三张卡送入目的 在回合结束前 上升炮手1500点攻击力 接着配上装备魔法心语之力 上升装备怪兽800点攻击力 此刻小表假装慌了 就等时代发动攻击 而时代现在也是上头了 还真敢让心语侠开始冲锋 于是中坑小表上线了 陷阱卡汉诺的崇高之力 时代被吓尿 这张卡当对面怪兽发动攻击时 可以破坏对方全场怪兽 不愧是中坑之王 这猝不及防的诈场 时代发动目的中卡片炮手的效果 在离场时抽一张卡 陷阱卡死与生 效果当自己的怪兽被破坏时 破坏对方场上的一只怪兽 同时 还可以复活几方被破坏的怪兽 漂亮的反击 想不到你也有坑 小表紧急叫停 启动陷阱卡换位 将针对黑魔岛的效果 转移给炮灰剑士 好家伙 真是名不续传啊 而这也正是传说中的 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复活苦力心语侠 并且因为陷阱卡的效果 复活的怪兽当回合必须攻击 小表不甘示弱 都是2500谁怕谁 瞬间 双方的王牌怪兽同归于境 抽卡 瞬间更换套路 召唤磁石战士阿尔法 一跃而起 企图发动直接攻击 发动目的中死灵守卫的效果 通过除外这张卡 无效本次战斗 精彩 打了半天滴血不掉 小表心里很是惊讶 这个人和卡组的羁绊很深了 时代的回合 将一张拍在决斗盘上 是你 前期的劳魔闪电侠 时代大手一挥 让闪电侠发动攻击 击破磁石战士 没想到 居然是小表先掉的血 小表的回合 抽卡就用 召唤黑暗的疾风骑士盖亚 采取攻击表示 其效果当手牌 只有他时就可直接召唤